整個經營環保證據 北港湯匆利用補給五個滾車的車頭和車廂 改造最佳有特色的環保變色 如果民務有所有的回收工廠 太用力的發展版 和車廂四周為美麗的火草在不設計 以及主動掛握的惡水系統 除了推動這連檢討主管回收的關聯 經過火車的車廂正在劣勢 也將會去民眾來這裡觀光 將會北港的新景點 北港湯匆平點的外面 有一次保護五分的車 經過改造了後 變成適合秦住觀光企圖的好處 這裡好不好玩 你好 這個是什麼做的 這個是鐵做的 鐵做的 那是什麼 怎麼打都不會不良 這什麼車 這個火車 台南公司為了要宣揚 這個循環經濟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在北港冰店旁邊 我們有一些那個五分車去改裝 變成一個五分車的一個廁所 原來這次的車頭車身 台湯利用主管回收的關聯 還有水準款的工量 改造成為非常有特色的款式變錯 這個儲存水槽呢 會收集這個雨水 那另外我們在洗手台那邊也有一個 就是收集這個洗手台之後的那個水 那去收集把它抽到這個上面 抽到我們那個儲水槽的上面 那這樣子收集起來的這些水呢 它還有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是做什麼 就是我們會去做一些滴灌 為了鄉英這檢驗 環保再生的理念 這組環保便所 除了運用回收的替材 水準款 還有太陽能的發電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說 這洗手台的那個水 你要抽上去要有動力嘛 那我們也設置了一個太陽能板 去收集讓它產生動力 那也有那個太陽能電池在那邊 產生一個就是可以儲存那個電力 讓它去做一個電力的一個使用 那除此之外 我們整個車廂它本身也是都設計一個 很自然的一個通風的一個情況 這組減顧觀光環保功能的環保便所 台藤利用保肥的五分的車頭車太重 全保經費只開了70萬 目前這個都功能的總體技術 已經成為北港的新景點 既然歡迎觀察方報道